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年我过得有点悲哀啦 这个人一个人 这可不是黄保署长张志愿的单身告白 而是有那么一定的苦衷 原来张志愿在还没有接任黄保署长之前 很早就计划好一家四口要前往日本玩 因为张志愿过去在苏生昌担任台北现场期间 曾经是苏生昌重要的主教授 现在老长官苏生昌从长经营长 张志愿也从黄保署常务部署长升任为署长 过年期间就得留在台湾找过业务 张志愿在过年期间也不完用这档事来拜年 不过还是要请大家一起来预防推脱猪肉 重点是一个人要如何过年 张志愿则是推荐洗食年月饭 我的最多是什么 我今天吃火锅 剩下的我就跟起来捲捏 再下来我再被吃完的我便留下来捲捷 但是记得我 有时候差一点点就要差 大家胃口才会不原样 就不会失忆的 最重要最重要记得 不要把生的猪肉这家放到猪 要跟垃圾一起 因为这样才会被我们的猪吃大 全来贴近猪肉 那如果垃圾出来 出一出来 记得打水利 这样减少猪肉的量 那这样我们才不会出土的状态 新的一年拜托大家 请不吝点赞 谢谢观看